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阿宽库 我是阿宽 每天给大家分享更多的小技巧 今天跟大家聊一下 咱们上期的两期视频中 很多人给我回复 说他只有手机 没有电脑 很多项目 他是在手机上做不了的 今天阿宽就给大家分享一个 在手机上赚钱的项目 这一个项目也非常简单 你只要按着流程去做 每天收入几百 一点问题没有 但是前提 首先我们最少最少 要有两个手机 一个手机是不可以的 这个项目吧 非常简单 没有很复杂的东西 包括现在很多APP软件了 这里具体哪一个APP软件 我就不给大家介绍了 这些你可以自己去搜索 自己去下载 这一个APP 很多是分享赚钱的 比如说我们分享出一篇文章出去 别人只要阅读了 我们就有利润 而且一般的平台 他都是赚金币了 一般就是多少金币兑换多少钱 因为这一个比例啊 有的平台是一万金币兑换一块钱 有的是一千兑换一块钱 但是基本上大同小异都差不多 这个利润观点也差不多 今天为什么说这东西能赚钱呢 首先如果是正规的玩法的情况下 你有人卖你可以去拉人头赚钱 这个拉人头就是邀请别人去注册这个APP 它是赚钱的 一般注册一个 就是五到二十块钱左右吧 但是这一个是根据你拉的人头越多 你的收入越高 这个拉人头吧 首先阿快是拉了一部分人头 但是现在阿快不想去拉人头赚钱 只能说通过自己去赚更多的钱 咱就说到咱今天的主题了 就是两个手机为什么能让你每天越多达到几百块的收益呢 方法非常非常简单 重点来了 首先我们这些文章分享出去之后 一般都是通过邱邱跟微信去分享 这也是我们两大社交软件 都是非常强大的 但是分享出去 我们可以自己在这些平台上去发布文章 或者是转发别人的东西 我们用一个手机转发到另一个手机 这样去看 每看一次 基本是一百金币到一千金币左右 基本上就是几毛钱的收益 别小瞧这几毛钱 但是我们在另一个手机上看的时候 一篇文章 我们可以反复的利用它去赚钱币 就是利用我们第二个手机反复的去赚钱币 我们只需要把手机的飞行模式打开一下 因为这些运营商的IP地址它就会改变 我们再重新打开这篇文章的时候就相当于又阅读了一次 只需要你手机飞行一次再继续阅读 你就能反复的去赚金币 如果说你手机多的情况下 一天多了不敢说 一百以上的收入一点一点问题都没有 因为阿坤之前也做过这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最大的盈利模式就是你要一卡一击 就是一个手机上一个手机卡 因为咱需要飞行模式 飞行模式用来切换这个网络 所以要一击一卡 不能用我们家里的WiFi WiFi是切换不了的 你就在飞行模式也切换不了我们手机的IP 所以切记一击一码 就是一击一个账号一个手机卡 那这个项目非常简单 具体有哪些APP可以操作 这个你可以自行去搜索 我不能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了 如果说再去分享这些APP的情况下 大家可能说我又拉人头了 因为我是免费给大家分享 是帮助更多的人 所以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喜欢我们的视频就在下方点个赞呗